域外,未知的神明统御的地带,这让王轩都有些期待了,在这万法皆朽的末年,竟有幸见到不同的文明火光。 纷繁多彩的世界,不同的社会,不同的人文风俗,难得有这样的机会,这是我离家最远的一次旅行。 赵青汉想看到那些未知的种族,绚烂的新世界,很有探索精神,笑容竟有点甜。 他们虽然曾经猜测是新宇宙,可是到现在为止,依旧无法确定。 师父,我的崛起之路开始了,对不起,我可能要超过你了。 青木为自己鼓劲,他踏上超帆路,真的很晚了,但心中却有一团热火在跳动。 冰冷的宇宙,依旧寂静,无比的空旷,那个强信号员只出现一次,像是某种提醒与警告,就没有再传递信息了。 一道次目的光束,无声无息,自黑暗尽头飞来,实在太快了。 当飞船捕捉到危险信号后,第一时间躲避,护盾也已开启。 冬的一声,飞船剧烈震动,护盾流动的光幕,险些被打穿,远方有一艘猙獰的巨剑出现,像是一头怪兽,漆黑的金属剑身,很好地融入宇宙中。 瞬息间,很多道光束打来,银白飞船急速变相,提前避开,同时机械小熊在骂人,格老子的,嫩死你们。 然后,这艘中小型飞船就冒光了,展开强烈反击,能量光束超乎想象的猛烈,将前方一颗漂浮的小型隐星都给打没了。 咚! 并且,那艘巨剑被击中,当场破碎了一大块,舍弃前仓,然后,掉头就跑了。 挖了个鸡,别逃,你以为是剑群围攻我吗?怕你们。 小熊发狠,身为智能剑船的管家,直接追击,比青木亲自指挥还果断,有效率。 他快速地避险,反击,追杀,一气呵成。 你从哪里学来的那些不雅的言语? 无音问他,早先数据库更新了一遍,从你们那个地方的语库中调取的。 小熊蒙蒙地告知,不再说脏话。 终于,沿途看到了其他飞船,小熊为了安全,严加戒备,放弃了追击那艘巨型,谨慎地赶路。 来了,前方,飞船不算少。 青木神色郑重,原本死寂的宇宙,到了这片区域后,有些热闹了, 扫描到不下数十艘舰船。 而且,这还只是开始,更远处似乎还有大量,这条线路渐渐变得热闹了。 半日后,前方竟变得有些拥堵了,大批量的飞船出现,像是在排队过一道关卡, 有序向前行进。 报备,登记。 那种强烈的信号再次传来,简单而直接,前方疑似是一处信息采集与登记处。 这个场面很壮观,钢铁丛林密密麻麻,一眼望不到边,有的舰体格外庞大,远远望去,像是一颗行星,给人十分强烈的压迫感。 他们这艘银白飞船,自然很袖珍,在剑群中显得很普通和渺小。 突然,前方队伍中起了冲突,有两艘战舰彼此间发生摩擦。 当然,没敢直接发动毁灭性武器,只是从母船中放出小型飞船,在远处对抗。 然而,他们却遭遇了灭顶之灾。 任何人都不得在这里开火,一旦发现,无需警告,直接抹杀。 然后,前方登记处那里,一座漂浮在宇宙中的巨大钢铁堡垒,有神光腾起,将两艘小型飞船湮灭,它们瞬间消失。 你们未成神而来,在非战斗区域,不得已战舰厮杀,一旦发现,立刻歼灭。 严厉地警告声传来,地主很强势,这片不朽之地相当有背景,似乎能在这里成神。 无因惊讶,来自哪里,种族,需求,问询很简洁,也不求证,那漂浮在宇宙中的巨大钢铁堡垒,如同一座庞大的城市,漆黑,压抑,它最外围的一座铁塔发光,散发浓烈的超凡物质,有光芒笼罩,声音从那里发出。 绿蓝星,人族,追寻神话的脚步而来,成神路上的前程求道者,银白飞船中,小熊负责上传资料。 这是提前商量好的,王轩他们想以绿蓝星上的人族身份登记,来这里见见世面。 进入这里的人不一定都需要下场,有休息区,更有贵宾区,可以在外观战。 即便是参战者,也可以随时退出,登记处这里一而再地提醒,保命第一。 绿蓝星,有记载,那里的人族不是少数族裔吗? 这次居然是你们参战,这个超凡时代,也只是第二次到来,上次要追溯到五千年前,全灭的下场。 铁塔中,有超凡之光绽放,扫描飞船。 接着,钢铁堡垒中,那座发光的铁塔中,探出一个光化的老熊的脑袋。 很意外地看了一眼机械小熊,似乎觉得他们长得像,好心地提醒了一句。 神都要死了,超凡都要溃灭了,你们这带人来得太晚,属于最后一组敬主者,别奋不顾身,到头来去一场空。 然后,一片光扫来,他们通过了,随着剑群继续前行,进入一片混乱地带,陨石较躲,十分拥堵。 所有战舰都没有绕行,因为快接近目的地了。 然而,在这片地带,却发生了骚乱,似乎有争执,也有战斗,未被那座堡垒抹杀。 这个时候,一艘黑色的木舟飞来,覆盖着超凡光芒,船头立着一位中年男子,平静无声,在他的后方有几位青年男女。 这艘散发超物质的黑色木船,快速超过很多战舰,向前而去,顿时有人不满,发出信号,告知他们别插队。 不要妄动,那是一位至强神明的化身,没看到船头上的印记吗?这种人特许优先进场。 一位神明在地面的真身? 斯,他一似是血黄。 超凡要落幕了,这种至强的生灵,居然也来凑热闹,情况不妙啊。 他是我们那片星空中的至高强者之一血黄,这是一位踏着诸神的尸骨,走向绝颠的至强者。 许多躁动的队伍,顿时本分了,全都被惊住了。 王轩深感意外,通过机械小熊捕捉的各种信号,进行破译,他知道了,所谓的至强神明等同于烈仙中的绝世高手。 这也意味着,刚才过去的血黄是和张道领平级的异域神明,极其强大,这样的跨域之战就有些惊人了。 不久后,又有一艘超凡大船出现,船头立着一个女子,黑发如铺,沉寂无声,双瞳带着点点红光,他一动不动,高挑的身躯像是玉石雕刻而成,很有美感,如同艺术品。 他沉默着,面孔很美,但毫无表情,整个人像是冰冷的石像。 我去,这是临近不朽之地的那片新欲来的至强神明,被尊为战神,这是他在人间的化身。 有超凡生物,倒出他的身份,居然知道其根脚。 他什么来头,擅长什么? 来到这里的生灵,无惧宇宙冰寒,有些人早已出仓,彼此间交流和议论。 他主修肉身,反补精神,全面提升,别看是一个女子,体质超猛,徒手能掰断你我的战剑。 据悉,五百年前,他曾和修仙文明中一位至强剑仙大战过,肉身可以硬抗仙剑。 王轩深感意外,这地方来的生灵真的非同小可,短时间内就有两位至强者的化身出现,而在他没来前,估计早就有这种人物横渡过去了。 顶级生灵前来,这里有他们感兴趣的东西。 王轩意识到,跨欲大战的好处一定无比动人心弦。 在这个时代,能吸引至强者前来,估计会与再续新神话有关。 接下来的路程,稍微安静了,暂时没有至强者再出现。 直至半个小时后,王轩感觉不对劲,一艘战舰无声地接近,开始扫描他们的银白飞船。 最为让人警惕的是,在那艘战舰上,有一只庞大的黑色捧鸟,正盯着他们的飞船。 他也没有排队,插队赶上来了。 许多人都本着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心态,没有吭声,因为这一路上见到的强者太多了,敢这么行事的都是猛人。 砰!巨大的震动传来,那头黑色捧鸟,蹲在战舰的边缘,猛力挥动一只翅膀,踢在王轩他们这艘小型飞船上,直接展出一条缝隙,可见这一击多么猛。 我警号!机械小熊,其言语完全就土话了,猛翻大眼,气愤不已,他的风格一向是抢先下手,可是在这里却被人偷袭。 轰的一声,那头足有六十米长的黑色捧鸟,更是直接跳到银白飞船上,沉重的压力,破人的气息,还有那对大爪子,将飞船抓出两个大窟窿,低头俯视。 他疯了,竟敢这么肆无忌惮,他以为自己是谁? 轻木真的怒了,他们正常航行,为避免误会,别说战斗模式,连防御护盾都没有开启,结果一头凶琴竟这样攻击他们。 这是哪里来的凶琴,太霸道了。 无音气的胸不起伏,波涛汹涌,觉得对方蛮不讲道理。 银白飞船外部被撕裂,这是在宇宙中,超凡者短时间暴露没问题,时间一长,没有船舱栖身,必死无疑。 七胡太甚。 小胡先放下最后一包薯片,愤怒地挥舞小爪子。 马超凡直接亮蹄子了,想和他来一场天马踏棚站。 赵青汉抚摸自己银白的额头,刚才飞船第一次剧烈摇动时,他磕在桌脚上,把那张特种材料的桌子撞坏了。 但他自己也很痛,同时觉得不好意思,学生时代被人喊女神,结果现在他练成铁头功了。 你想被抹杀吗? 王轩抬头,精神领域透过船舱,冷冷地凝视着他。 你不明白规则,虽然不允许战舰开火,但并没有说,不允许超凡者自己动手。 那头庞大的黑色巨琴平静地开口,盯着王轩身上的斩神旗,道,你身上有我需要的东西。 到了这种地方,王轩自然要戒备,金色小旗没有放在命土中,就带在身边,时刻准备应对突发事件,结果这头黑色胸琴居然发觉了他的异常。 你有需要,就这么直接蛮横地动手抢。 王轩问道,出现在不朽之地,大多为超凡永续而来,在这里,没有什么道理,可讲,我也不会虚伪的你和讲道理,我看上的东西,就是直接抢。 银白飞船中,青木,小狐仙,无音等人都被弃得不清,这头黑棚还真是直接,丝毫不掩饰自己的贪婪动机。 我不想站在道德制高点,这里弱肉强食,我只是站在你们的头上俯视,谁管你的感受。 黑色剧情冷冰冰地开口,再次探找,要撕开银白飞船。 一会儿ae 凌坑 飞标